刚才提到的一些晶片股或者电动车股 都是一些今年对大家都很焦点的主题 有些是大家今年相对较忽略的主题 有机会在未来三年可以看一看 其实如果我们看美股那边 其实新能源股当中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今年是香港第三个炒了很多 但其实香港这边是炒上去年炒的东西 其实同期美股那边有很多太阳能股 相关这些建设股份 其实由2月份开始一直大调整了很久 真真正正都是靠着COP26 即大概10月份才突然将一些比较优质的股份明显踢回来 即是有动力 当中我们一向最喜欢的就是ENPH 其实这一款我们经常说是好东西 如果大家有留意美股 通常人们会当它是太阳能股份系列 它的业务是 它会做太阳能板 还有会做好像Tesla那些Powerwall那些 即是家用的电池储存那一类 其实它是一直都好 如果我们对比太阳能板块来说 你就会看到今年它是很大的Alpha 即是跑赢了的 其实你见到它业绩之后 现在不是有一个上升联口 现在我们也在看 但我们现在也有持有的 但是我们会预计 会不会是去到保联口的时候 再加一些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初时也不算持有很多 因为我们ETF加个股 里面ETF也有不少的 但是我们再这样拿到Alpha上去 还有这一种你会去想的 就是当它的业绩里面 就是符合刚才一开始节目说 它是供应链不是很受虑的 就是它是完全看到 它刚刚的业绩 怎样可以跑赢了市场预期 就是它发现原来 它的供应链的控制上面做得到 还有第二件事就是 它由下年开始 或者今年年尾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进军拉丁美洲 还有欧洲再会 继续去加速 那这些就是我们 喜欢的一个整个 大格局里面的优质的股份 就是大格局就是说 整个环球都是说 新能源升级的了 整个电网升级的了 那电网升级里面 其实现在很着重的就是 Micro Grid 就是迷你电网的那种类型 或者叫家用电网 那这些公司也是属于雷面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我们属于觉得继续看好的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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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